全民都非常关注的 到底要不要废除死刑 宪法法庭虽然已经宣判了死刑核线 但设下严格的八道关卡 让蓝英痛批 这根本就是实质费死 而身为受害者家属的国民党 北市议员王欣怡更痛批 视线结果令人心寒 而至于小灯泡妈妈 时代力量主席王婉玉 则说了她能理解费死 但无法接受 而现阶段台湾对有条件的死刑 根本还没做好准备 2016年3月 小灯泡遭无情杀害 凶手最终逃过死刑 时隔八年 小灯泡的妈妈至今仍无法忘怀 尤其宪法法庭宣布 死刑有条件核线 国家到底做好准备了吗 我要在这边非常沉痛 但是也非常愤怒地告诉大家 我觉得国家没有做好这些准备 王婉玉直言理解费死 但无法支持 被害者家属心中阴影 也不会因判决而消失 而同样身为受害者家属的 还有她 国民党北市议员王馨怡 姐姐在19岁的青春年华 遭刺杀39道离世 身为受害者家属的在野党 对视线结果难以接受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就统批 所谓死刑核线 却是实费废死 主席说的八大重重关卡 包括要犯最严重的罪 侦查调查时要有辩护人 三审要开言辞辩论庭 开庭也要有律师辩护 对于死刑判决还要合议停法官 一致认同 再来犯人不论是行为当下 或审判当下 只要有经账或心智缺陷 就不能判处死刑 即便要执行时 有经账同样也不行 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分明把自己当成是立法委员 或是立法者来看待了 这已经逾越了 大法官应有的一个权限 宪法法庭宣布死刑核线 但种种限制 让诉诸高阁的死刑 成了难以实现的司法正义 GVB新闻综合报道 宪法法庭做出了113年 宪判字第8号判决 针对了37名死囚 申请的死刑存废释宪案 判决为有条件核线 限缩适用范围 一人白冰冰开直播表达 坚决反对废除死刑看法 而今天知名法医高大成也说了 判死刑不执行的意义 究竟何在 无辜死亡的人 他们不值得同情吗 他们改死呢 这些大法官你大家心肯忘了 这些人去做才有事 罢人的惊死不下 也就是死刑核线 限缩适用范围 死刑犯可能会逃死 对他来说完全无法接受 白冰冰中气十足喊着 坚决反对还提出2019年台中市曾发生凶手陈宏佳 怀疑同居人称姓女子和别人有暧昧关系 一气之下将他掐死 又把自己跟同居人生下的双胞胎男婴丢入洗衣机闷死 当时地院和高分院一审二审 一杀人罪判死刑 日前被最高法院发回 跟一审撤销死刑 改判无期徒刑 19号最高法院不会上诉 车轰家免死定言 艺人出声表达意见 就连法医高大臣也是一样 白高大臣经验谈认为 判死刑不执行的意义何在 也直呼死刑犯再犯几率高 再犯的机会有够多 他知道理由是怎样 死刑和线线缩范围 大法官一视线 各界人士也纷纷站出来表达意见 也让不赞成费死的声量声 越来越大声 TBS新闻 廖文汉 领轩 台中报道 高雄一名女教师十年前 被强盗性侵杀害 凶手五度判死之后 今年跟四省改判了无期徒刑 女教师的先生当时就怒轰罚官 这一次得知死刑和线的线缩解释之后 非常的不满 认为这是披着假人权外衣 践踏被害人人权 让人失望透顶 而为了保护车厢乘客 遭到凶手刺死的警员 李承翰妈妈也说了 精神病不能拿来当犯罪的免死禁牌 要判一个死刑 我的案子还没判 10年了还没判 他这个37个死刑犯都已经判了 又要把他翻回来 讲一个台语叫做 换一茶去找 请喝一看 在那边披着缴人权的外衣 在那边践踏被害人的人权 每逢礼拜六 他都会参加合唱团活动 因为这是太太的最爱 10年前纯金夺得10奪奖的太太 到市场买菜 竟然惨遭凶手性侵杀害 残忍的凶手误度被判死刑 今年耿四省改判无期徒刑 当时他就成怒轰法官 因为尽管10年过去了 太太的死对他来说 仍然日日煎熬 会一直入梦 是不是代表 他一直跟我有所沟通 或者是我一直想念他 我的小孩都离家了 回来就看到那个伤心的家 我也搬家了 但是我那个家我舍不得卖掉 因为是我跟我太太共同 奋斗出来的 讲到那个恶行 还有他作案的过程 你会咬断牙齿 对于线缩死刑视线 同样感到失望的 还有殉职铁路警察 李丞翰的妈妈 李丞翰在2019年7月3号晚间执勤 为了保护台铁列车 车厢乘客安全 遭正姓男子持刀赤死 一审以凶手无辩识违法能力 判决无罪 二审认定辩识力及控制力 未完全丧失 改判17年监护5年 最高法院在2022年6月 驳回上诉 全案定验 儿子被刺死 先生含恨而终 李妈妈说精神疾病者犯罪 不能拿来当免死金牌 TVBS新闻徐静宏 季健亨南部报道 升起事件的37名死囚之一 王伯英是2005年4月10号 发生于戏职的杀紧夺枪案的凶手之一 王伯中王伯英兄弟 因为击欠房贷及失业 计划杀紧夺枪后抢劫银行 造成了戏职分局远警 红崇男不幸殉职 另一名远警身受重伤 2009年3月13号 最高法院依强盗杀人罪判处 王伯英死刑 王伯中无期徒刑定验 这是一次精心动魄的逮捕行动 目标是一对犯下戏职杀紧夺枪案的 王伯英兄弟 在宣伯中落网的王伯兄弟一脸疑惑 压根没想到警方会这么快 就找上门来 巧合的是凶手被捕的这一天 就是殉职远警红崇男的二期 而且在破案前三天 专小组访查时 正巧碰到这么一件事 这就是山 这个是山 这个是天 破在这里 它就瞎瞎瞎做一个 要看它的背影才有看 这个就背后还有这个 两个目 两个目瞎完 目分开这样就两个目分开 它不能表明得很明显 让我们猜测就对了 我们里面有人带你们来 他主管就 因为我们说 那些警察也很虔诚的 来这里整个六百 他说七十年 你就快要破案 大家才不用太难看了 没有看到什么了 没有看到什么了 我们只是说查法民众 根据民众提供我们的消息 我们把他反应上去这样 你为什么要协颈 你吵的枪是不是要做案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你跟后头台是不是有个结 跟这个人的原型是不是有个结 很快一点 危险了 你跟后头台是不是有个结 任凭记者再三追问 王伯英 王伯中两兄弟始终没有开口 直到专案小组出示 包括血液在内的证悟后 两兄弟才承认自己就是凶手 他其实看到那些权威人士 满口仁义道德 结果到最后 私底下坐的是南道女仓 他看会看得 就刚好就被他碰到 所以到最后 他对这些权威性的人 反而他非常的鄙视 所以他有时候 他有把泪化到周边里面 刚好碰到那个警察在执行 结果到最后 他会想到以前警察有很坏的警察 结果到最后他就刚好抽巧不巧 就跑来 杀了 然后枪夺了之后 他可能还有其他的案子 在脱逃之中 警察在整个犯罪的防犯过程当中 常常都认为自己是侵犯性案的人 弃捕歹毒的人 他是一个知法的象征 所以相对的也比较不认为 自己可能变成歹毒下属的目标 是一个从庆里上的基本建设 如同学者的分析 王家兄弟一方面掌握远警的疏忽 而且早就计划夺取警枪 遂行抢劫银行的意图 只是在兄弟俩行动前 警方已经早一步将他们绳之以法 破案的关键就是这一枚 被烧毁的身份证残缴 透过科学鉴定 得以让警方密切掌握两人的行踪 既然两兄弟已经坦诚犯行 那么最重要的行踪工具 和警枪的下落又在哪里 好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好 好 OK 好了喔 我们自己拿去拿去拿去 拿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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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这有拿去 我们最重要的 我们最重要的 顺利找到凶刀和警枪 全案到此水落石出 另一方面 王伯英和王伯忠 也向警方还原作案经过 我是戴一个全刀是安全帽嘛 然后就有一只手 就抱住我那安全帽 那个眼罩的部分 是我脖子后面那个地方 好像有被东西抵住 我当时我不晓得什么东西 戴徒他行凶的动作相当俐落 看到我们同仁 一个对一个 然后就从后面 脖子以后就开始砍杀 动作相当的快 潜落时间不到一分钟 我就准备要握我的枪嘛 我本人我要反应 我要保护我的枪 然后但是我 等一下没多折瘦 我好像眼睛看不清楚 眼睛看不清楚 然后全身突然没有力气 我们在里面我们村在打牌 我说阿嬷有人在打警察 我就出来那儿瞎 就看他就刺在那儿脖子 在打 两个啊 对 两个打两个 如何打 就这样 我看手一直跌下去 我不知道是用手 不知道 从头的那时候就倒在那个 倒在了机车旁边 机车旁边然后靠着墙壁 然后整个人这样趴着 国外的案例跟统计室只是 两位警察一起出警的时候 因为彼此之间有互相依赖 结果发生危险的频率 比单独一个当刚 或是一个单警局还危险 那这个警务的设计 跟警务上面的提示 这是我们在出警前 很重要的一些教训 确实如此 细致杀警夺枪案发生之后 警政署立即通告所属单位 要求远警执行时 必须穿着防弹背心 并且随时变换巡逻动线 确保安全 我掉了 你不会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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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会掉了 只是对殉职远警 红仇男的双亲来说 这样的变革来得太迟 尽管凶手王伯英和王伯忠 分别被判处死刑和无奇徒刑 却再也换不回 红仇男的宝贵生命